我們來線上回答一些親友的問題 那看完今天的影片 就符合我們頻道的特性以及慣性 有沒有呢 怎麼講 你去我們頻道剛好到今天 好像剛好是一年了 你可以去拉這一年以來 我從頭到尾的交易計劃是什麼 教你們如何賠錢的交易計劃 那為什麼要教各位如何賠錢 因為我們知道說你在多空打擊區 你如果下去賠看看 就容易怎樣 有87% 容易反彈 還有87% 容易回檔的業務行為 就如同影片說的 你賠個兩塊三塊 去賺個十塊二十塊 你覺得這個賺賠筆的交易計劃 對你有幫助 你就賠看看 我一個一個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是賠錢的交易計劃回答完了 那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到底給分享給你的課程 真的是一個賠了18年的老韭菜的交易行為 課程當中有參考很多技術分析的技巧 我盡量把它簡化 簡化什麼 像影片這樣子 像畫面 都是即時盤 信不信隨便你 看圖錯故事 確實沒有錯 但是我們這個看圖錯故事 就如同影片說的 有87%的單真率 你想交易 你就交易看看 就賠看看 你看 拉斯達克的左肩 上去不能收下 收下來就容易回答 那我們的交易策略就是說 吃二初一的來回答 這邊拔來拔去 你容易這樣一拔就開始有利潤 有30點到50點的tick來回答 你就加錢收看看 你空單沒有建在112之上 甚至於這個152130 這邊不要想去做空 因為我們必須跟著主力的腳步 在這邊打空單 做多的一樣 你看這邊894 有多久時間 大概一天的橫盤時間 橫橫橫橫橫橫橫 怎麼橫 怎麼都跌不下去 你在這裡做多 你在這邊才跟我說你要做多 那真的是要打屁股 這裡比較屬於像那個高手區在打的 他已經在894 吃了一段 賺了白點上來了 在這邊可能減商廷嗎 做什麼 這邊又跌不下去橫盤的VVW 這是我們影片在做的雙八區 的加碼區 高手的加碼區 那邊親手肩不要碰 可以讓他多橫一點 或者等他有噴出收回來的橫盤 你再去做賠錢的教育計畫 這個東西有點餓 再看下一個問題 所以說我們這個教育訓法 以隔壁棚來講 比如說什麼老師台還是什麼 他 我上次有去測詢 應該都六萬 大概半天 我直白 有多直白就有多直白 讓各位親友 如同我們標題 如果一眼看出 你在哪裡交易容易賺錢 在哪裡交易容易賠錢 我就說87%的雜證計畫在哪裡交易 容易一直就反彈 或是說一直就回答 下一個問題 請問 1分K 15K 30K 60K 如同一點半的多方打擊區 我見凱莉 我給凱翔 你的建議是怎樣 你打什麼標的物 你打給我看一下 我今天你有在打的標的物 我再解釋你會比較容易聽得懂 如果說用大作小 回答你那個1 15 30 60 甚至於日K的 的問題 你想看什麼標的 你要跟我說 你沒有在做 我告訴你 你聽得懂 反數1分 15分 60分 30分 Parkinson Hunter 是 他有 你 有 他有 沒 有 黑圖 那外面上是奧利給開直播或是做格局分享 常在用的技術分析的影片 上面這邊有有有價格 各方打擊區多方打擊區 如果它要回檔或噴出之前像這樣有橫盤 你這裡看到可能是一個倒不一轉 但是你再往左邊看你會看到 它是這個大格局的HNN 收在112跟152這邊的空方打擊區 做多的一樣下面有VVW 這邊也有加密貨幣 加幣這個也有 那我先做一下我們一些免責聲明的梗塗 就是保證賠錢的教育計畫 你無聊 我建議各位親友你把你的畫面 像奧利可以在座裡面這樣把它拉出來 拉兩個字幕 看它做小也好 還是只做15K 60K 20K也都可以 如果我解釋給各位親友的 15K是我們當沖的交易者 也是剛好股市大概近三個交易日的波幅 原則上當沖隔日沖看15K應該就可以了 那你如果是存股足的 你就看日K 60K的大格局的邊界 這樣再做交易會比較有交易 先寫一個免責聲明 畢竟奧利只是上班族 不是有牌的分析師 只是用老韭菜賠錢的經驗 分享給各位親友 把提醒字 你就像這樣有沒有 像奧利可以這樣 把要提醒的字眼貼在畫面上 等一下打擊去到了你就教育看看 等一下我們會用這個去 去切標的音 分享給各位親友看 影片沒有在做 現在我留言板應該是要放右邊 不然會擋到 放到影片再改 好 有沒有 做空想上班的地方 H&N在哪裡 這兩個黃框 做多想上班的地方 觀察VVW 先一個大格局的邊界 再看一個小格局的邊界 有沒有 再看奧利哥直播的影片 你就知道奧利哥在講什麼 影片有一個多留言 跟讚分享 增加我們的收視率 你們要收益率 奧利哥需要收視率 不然 很多韭菜我們死的都不知道 我們就盡量讓他死的明白一點 只要去做小賠 小賺大賺的業務行為 千萬不要擔 增走機率跟交易計畫 我們看下一個問題 小台鄰居 我們就做小台鄰居 怎麼樣去做 只是1K15 30 60的小台鄰居 接了接久了 原來交易真的是 看讀書故事就好了 不要想太多 他說1K15 30 好我們先看1K15 30 因為台值 近期有出錢出去 跳空的 你不管跳空還是不跳空 奧利給各位親友的建議說 他就是格局爛掉了 出錢出去不管 你就是空手了 接上去等他的空方打體區 跟多方打體區 他說15 16 我先講做空的 有沒有發覺 當他在什麼 大格局的邊界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就會形成這樣 回檔的業務行為 各位親友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錢 80 80 883 883 切錯了 切1K才對 來這個883 或833 有沒有 都是上去不能收下來的業務行為 你如果說 當你有一天怎樣 比如說 我現在講做多了 你看他這裡很明顯的 744的位置等於什麼 大格局邊界的732 至30K邊界的大概777 這邊的橫盤 我們的交易策略是什麼 來 加2-1 順便寫個加2-1 假設做多了-1 對不對 第一個盤整要轉 就是小轉的優勢行為 加2-1 對方這邊無腦吃兩口 這邊就無腦出一口 留一口加1的單子 讀什麼 讀到這邊的天花板 這邊 不好意思 這邊加2 這邊-1 左肩有沒有 然後來回單加-8 你去看到一個再說的 從開始影片開始到現在 除了少盤以外的 午夜盤的格局 和盤波幅大概30點 你這個30點來回單就加-8 加-8 因為你知道你在8單的位置 假設是30跟70的有沒有 昨天就有走給我們看了 30點來回單加減賺 永遠怎麼樣 比如說730 無腦加兩口 假設你這邊已經有賺起來了 你就把你兩口的單子 全部防守多少 防守700 你來回單這邊怎麼賺 怎麼那個不知道 反正你就先把 705、730到多少 到我看一下 這裡好像是782跟833 這邊交易計畫先做好 你的705被跌破 你的兩口單沒有下課之前 有沒有你就賭什麼 賭他有一天再創一下173 賭不到天花板上去 或是賭到18000 停損不來就是賭上去就對了 那停損來了 你就觀察新的盤整個局 像這樣VVW 比如說一開始的 低點是17000跟17245點 這邊的整理波 你不知道那裡是 一開始的低點本來是可能在17000點左右的價格 然後你就先停損 停損等什麼 等他像這樣15K的橫盤 30K的橫盤 你再重新開始去寫教育計畫 所以這邊可能還會再繞一次 所以你做一個可能 10K還是20K的停損 都可以隨便你 一定要停損在這個跌破的價格 跌破你就停損 回來你就買 或者你就觀察這個新的7130的橫盤 我相信這兩天應該都有不錯的交易機會 做多的啦 做空也不是說不能空 你就在這個什麼 看一下大概833 833沒有漲破之前 你就繼續這樣繞 做空的一樣 1-2的位置在這裡 1-1的位置在這裡 做空 不是說你做站在這裡加 做空都有他輪替的階段 先把30點的來回波 一個重點給各位親友 五盤就大概30點 這盤波幅可能會大一點 要看那個美股的那 但是大的波幅可能就是30到60 或是30到100點 早盤的波幅可能就是60到150點 不等 就符合他這裡的交易波 最好喔 嗯 假設是我的 我想打台字7 我就觀察這個730跟70 這裡 來回單30點加減座 做對了就讀上去 讀到天魔板 來 現在重點來了 交易要交易計畫 什麼叫做交易計畫 登登 有沒有看到 哈哈哈哈 這就是我們交易計畫 來 台值 少五盤 高點多少 16767 低點多少 16747 波幅大概20點 發生在近三個小時的交易格局裡面 有沒有 台值 下面寫台值 有沒有 小台1.50塊 你打對了 這個20點可以讓你賺1千塊去買便當買菜 買啥隨便你 有噴出勒 可能可以觀察787在哪裡 就大概782這邊的位置 有沒有 他等幅設計區 什麼看的好煩 好 這是小格局 來回單就 就你 這個一次有表格在影片下面 有空你們再去下載 或者說加入奧利格LINE的群組 我再傳那個連結給你們 有沒有 就來回單你就加減座 因為你知道你在做15K跟30K對值的支撐區 那比較大格局怎麼看 15K高點在哪裡 16883 還是你要打833也可以 有沒有 這邊就打16883 第一點觀察哪裡 16732 有沒有 你就知道說我在這邊交易大格局的邊緣 容易怎樣 用賠10點20點的交易計劃去賺什麼 150點的波幅 發生在未來三天 我等一下 我把這個記錄下來 看未來三天是不是就真的 他就focus在這些交易格局的計劃裡面 噴出 假設你這邊知道你摟底嗎 732摟錯了 你停損 停損 假設785跌破了 真的來了 虧了 虧了怎麼辦 你就去這個跌破的等幅設計 等他 16581這邊 有沒有 牛不牛 這個交易計劃 來 這個是我剛剛寫給各位的功課 我們現在來 時光 用奇異博士那個時光倒毀的方式 給各位親友看 你就會覺得 你才會聽得懂奧利傑在講什麼 已經沒有辦法復原了 來 這是大概兩天前交易格局的變化 我們寫什麼 高點觀察715 低點觀察7105 有沒有 事前諸葛 因為我們沒有履過 一開 大家看到我一開就丟出來的 那個用 那個是事前諸葛 不信你去看奧利傑的賴社群 我都有在那邊留記錄 你看 在兩天前的時候 我們就說要觀察這裡的打擊區 你看吃對 吃對最高多少 等到805 我預測是805 但是他只到833 你看就回檔了 都空到輪替的階段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那時候交易計劃是839 726 今天726也差不多 今天的計劃差不多 所以你看著前天跟前兩天的交易計劃 今天來做單 你都還可以做到這個來回單 還有這個噴出單 有沒有覺得很神奇 親友 那我們再把它復原 好 有沒有 這是新格局的交易計劃 好 那我們就把 把這個台子期 像這樣 年紀寫60k 都有不錯的交易計劃 本來是這裡的波幅 這裡錯了凹下來 等伏車區 這邊剛好一倍 就是股票出的程式語言 記得吃飯 還有問題 再來回來看回放 因為奧一個也正在吃 剛剛直播前 肚子好餓都沒吃東西 跟吃邊分享 教育心得給各位親友 大家請不要介意 有空幫我們多分享 以上就是台子期 他教育格局的變化 有沒有發覺 我剛剛影片 之前錄的影片也這樣說 為什麼要這樣 說我們要訓練 訓練什麼 訓練教育的一致性 這個很重要 你多空選一邊 不要多人想做 空人想做 所以一直提醒各位親友 真的 你多空都想做 那個是神仙在做的優勤 真的不要多空都想做 那我先開一下LINE社群 把現在的工作功課 貼給LINE社群 這樣各位親友 就比較容易知道 他們在凹單還是在幹嘛 這樣 我們就這教育計劃表 貼起來 明後天再來去觀察 看一下有什麼問題 小台小台 台子看完了 來 如何看股票 如何做期貨 按月如何查看考學影片 考學影片就是現在 這邊貼個連結 奧利給的影片 你可以這樣去點 點選什麼 點選這個影片 影片這邊有播放清單 這邊有技術分析的AI版 還是說 看一下 還是說技術分析的討論 我都有分類 你要看技術分析的 這邊多看一點 你要看一些讀書的 或是說一些 比較有趣的視頻 這個欠錢怎麼還 不要什麼衰收的 要是跟金融有相關的商品 奧利給都會 想辦法去踹踹看 想辦法來增加我們的收視率 不可能的話 我會做一些電影台 金融分析就看這邊 或是說你有想看的標的音樂 不行 我要切一個過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跟上進度 或是說你們有想看的標的音樂 有沒有 我順便教各位親友 你就在這邊輸入 奧利給 偽創 好吧 我看有沒有分析過 來 我們來看偽創 偽創在發生什麼事 我們把這個縮下來 偽創看 偽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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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建議 空手的做日K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當沖和日沖的45K 搭配60下去看 來 我們先看一下偽創 這個是 2023年5月19號 偽創的多空打擊區的分享 寫一下聲音 下一關觀察58 整理失敗 下一關觀察40 那觀察什麼 這個價格別不收上來 還有這個價格長破收回來 有的話 就容易這樣 6塊來為8 那接著我們看下一檔 幾分檔再次 我們看下一檔 東元一樣噴出了 49很關鍵 上去都不能收下來 49跟51 一點觀察46 高點觀察51 原來東元之前 我就分享 上去下來 4651 目測盤整波幅 約5塊錢 那這邊整理好再噴出 下一關就56 失敗氣首 下一關就41 觀察什麼51 上去不能跌下來 很關鍵 還有46跌破也不能收上來 當然就容易怎樣 來回8 這邊的49很關鍵 你要做多段 跟韓整波幅優行為 應該有6塊錢 6塊錢昨日整理波 那整理好噴出 下一關觀察58 整理失敗 下一關觀察40 這是偽創 我們在5月 我就建議大家 怎麼吃單的優行為 吃了這個52沒有收上來 就整個 整個從這裡 一直扒 整個扒上來 那再更早一點 我記得我有做過影片的分享 應該在 三三這邊 去年 反正那個不理他了 現在是在講也沒有多大的意義 來我們在15可以看到什麼 看到他的H&N 漲破收回來 83 當充看起來是掛了 那日K的格局 77還沒掛 你如果底彈吃人下面的 你看他防守77再給他堵上去 但是你如果做當充格子充 這邊就加減調節 你看有沒有 在空方打擊區的上 什麼東西 H&N上去又收回來的這個價格 有沒有 也是剛好83 就容易這樣回檔 因為上次在這邊回給我們看了 這邊勉強 83有出的勉強 要再做當充格子充的 勉強觀察716 但是那是高手在打的U型輪 真的不建議 建議去打什麼 打這個70或這邊33的U型輪 讓你在逃 就不會逃得那麼辛苦 18 怎麼會當機了 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那我們就去寫 比如說你還想做這種標的物 通常是不建議 因為噴那麼多了對不對 一旦沒有吃人下面的 你就盡量不要吃 我看一下有沒有之前寫 偽創的交易計畫 來 偽創 偽創3231 3231好像沒有寫 隨便點一個 來 之前寫 那交易計畫怎麼看怎麼建 就像這樣子 把那個叫出來 我放大一點 因為股票看起來會比較大 有人區的暫時忽略一下 不好意思 來 股票建議15大60 假設理單 什麼 理單你有建很下面的 或是說你會挺損的 當充不留單的 你可能勉強可以這樣看 因為你看奧利亞這邊交易計畫 也就是打什麼 打60K 60K 60K搭配日K 但是很多 很多親友都很想急著上車 但是你不會挺損的難過 因為這個80一個不小心就這樣 如果說棄手打為騎上 點就容易這樣 打到50塊 這個 建議 不是說它不會漲 是建議說 它這裡就是標準的空方打擊區 容易回檔 你在這邊有87%的優先文 你看像現在台子也是 容易在這邊交易 一交易就虧錢 也是大格局的邊界 燈盤也來了 真的是不太建議 你真的要吃的會挺損的 我會怎麼建議 就15K 搭配60 然後寫它的標的物 3231 這檔順便改3231 改天有機會 我們再來復盤 復盤這標的物的格局的分享 像這樣 算2算1 15K 60K都好了 好了有沒有 看多久的區間 我跟你講 就像這樣把畫面放大 把畫面打開 盡量縮到最小 最好是有個高低 像這樣 這邊有個高低 你才會知道說 這裡做錯的人 你要去哪裡做交易 比較無腦的 我就建議縮到最小 大概量 我算一下 大概200跟K榜的盤整區間 也就是大概這個區間有沒有 13號到28號 這樣等於幾個禮拜 大概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的整體週期 這樣去做交易 這線條就是8月 60K 這次大概好像兩個月了 反正它一個格局 就大概放大2到3倍左右 那交易計劃怎麼見 因為我們說股票要知道的程式語言 就是高低波段噴出跌破 記得這五個價格 有關你未來 停損以後你要去哪裡做交易 來高點觀察多少 83 觀察什麼 H&M上去不能收下來了 低點觀察什麼 72 72 我們就知道說它從72這邊軋空上來 有11塊的整理波 下面還有一個76 你要改短一點打76也可以 我是建議新手 或是說不太會寫交易記 或是盡量看大一點 你就會知道說這裡橫盤的波幅 大概有11塊錢 那麼未來整理有噴出83 不再收回來 下一關就有機會去供多少 94塊 那如果說這邊整理失敗 棄手 可能會做這11塊 等幅測距波的停損賣壓灌下來 那61塊-72就等於多少 大概61塊 不是叫你直接吃61塊 而是在多方打擊區 去觀察什麼 有像這樣橫盤 VVW的優勢 在這個條線 VVW VVW 有沒有 有的話就容易賺錢 你如果是空單的就是 無腦了 無腦直接補 不要等到VVW 假設這邊加2 這邊就-1 無腦直接補 那60K 剛剛點一樣 為什麼要寫一個60K 有人說 你看一下子60 一下子15 一下子是K 你到底在說什麼 今天就手把手的 分享給各位請 我到底在說什麼 所以說 我手很輕的 我最想要拔的 我是拚貼 不拔的 很辛苦 要怎樣 我就是 7塊-72塊跟83塊的萊姆波 我去打看看 我去虧看看 萬一做錯了 我可能停損70塊 比如說69 虧個2塊-3塊 做對了可以賺11塊 那做錯了這停損以後 我要再去哪裡找交易機會 所以就像這樣 80K 去看他的多少 假設我在這裡交易錯了 我們就再寫個80K 比較長的交易計畫 可能是兩個月 第一點就觀察50 我就知道說 我7月做錯了 原來我可以去50等他 我吵 50萬一再停損了 我可以去哪裡等他 20塊 那再下去就不要說了 所以看大做小 讓你看出下一個壓力 下一個支撐 你比較容易甘願 甘願去賠錢 不說的你就會說 這裡怎樣 停損又噴上來 停損又怎樣 停損是為了買更低 有時候是這樣撈底 到他倒閉之前 像之前的那個什麼 MISS 還有很多倒掉標的物 股票再看 今天在手把手的分享給各位親友 還有一個關鍵 就是說你要把今天的股價 假設是78.7 這是獻給存股族的 讓你有一個比較輕鬆的交易 你可以去面對 假設你賺這檔標準 讓你賺了不少錢 你要享受他凹單跟存股的交易的變化 你就怎樣 你就去做一個基本分析 我裡面常說 在2023年這個充滿商氣的交易市場 就有如巴菲特所說的 你今天如果不會做被動收入 那你就等著工作到死 到死的那天你都要想辦法找工作 表模你自己 那怎麼去找被動收入 都是像這樣 假設我們去看這裡的盤後 他會歷年鼓勵 至少喔 至少像這樣10年 10年以上都要股息值利率喔 這就是巴菲特最喜歡的標的利物 今天又是聽到賺到 價值應該不只3000萬 巴菲特的投資心法 美國投資機構的交易格局 都分享給各位親友了 未來會不會發揮 就看各位親友怎麼樣去利用 你這邊輸入78.7 目前的EPS 假設是我們抓2.59好了 2.59 就這裡答案寫給我們看的 營收獲利不衰退的話 他的本益比大概有 本益比不是他公司的本益比 是他可以給我們韭菜身上的本益比 大概有30倍 實力率目測大概有3% 你在78交易他長線凹單 一張不賣奇蹟自來的 你凹個30年這張股票就可以不用錢 30年而已還好 你今年如果40歲凹到70歲 你今年如果30歲凹到60歲 股票不用錢 每年還有2塊5的紅包給你刮 說白天還在比起結金 跟他錢三個錢 優於定存 但是有點念於電信概念股 存股主最喜歡的標的 標是大於5% 你如果說你錢很多 你想躺著幹明他 100萬 你今天只要投資 在78.7這價格 你只要投資3000萬 明年躺著幹明 就有100萬的年金 你配個30年 這3000萬也會配給你 那就不用錢 要觀察什麼 觀察他這個營收獲利 不能衰退 這樣就好了 但股票交易有清楚嗎 還有他的區間 還有什麼標記物我們再 再複盤一下 親友 有人delive 你們不回答 我都不知道你們進度在哪裡 那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親友問的問題 1958 等一下 我們先把偽創的交易計畫表 分享到聊天室 都有興趣的再去加我們的聊天室 偽創 好 那下一檔看什麼 1958 1958要來了 1958是什麼小 重新說真的 有沒有覺得很不知所云的感覺 這些標記物奧利克完全不知道 但是居然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看圖書物 看出這檔標記物的精準 有沒有 那真的是浪費了18年的時間在學 大概是三四年前 奧利克也才整個融會貫通 在去年才開始做影片分享 去他回放 真的是都上下達證 87%不能再高的業務新聞 啊行情不要急 真的都是等來的 比如說 現在的那個 你 你這邊沒有教育到了 你就耐心去等 來了你該賠就賠 不要追啦 你看像這個剛剛在說的 767上去不能收下 你一追就開始虧錢了 我們的教育就很糟糕 這是怎樣 把我們的確診線的工具 叫出來 就看到答案了 有沒有很神奇 為什麼這裡會不急轉 因為跌破收上來 36嘛對不對 掌上來 教育是不是這樣就很輕鬆 那我們先存檔一下 363231 那這一檔叫什麼名字 重新命名一下 1598 再來有機會 我們再開上來 像這樣吃個晚餐 給大家吃個晚餐 做個復盤的優勢行為 以上給我們保證 完全不負責任 奧利也只是教你如何賠錢 不是教你如何賺錢 來 1598 這樣概念有清楚了 清楚的話 我們就開始做它 教育格局的變化 15K的高點觀察哪裡 40塊 上去不能收下來 低點觀察觀察哪裡 36塊 跌破不能漲上來 波幅目測大概有4塊錢 為什麼不錯 因為它你看到 30塊股票有沒有 波幅就有4塊錢 就容易 兩天 一天兩天就 5%10% 就整理波 那未來40上去不再收下來 就觀察多少 44 跌破就觀察32塊 至於觀察什麼重點 剛剛都說過了 你聽不懂 就聽不懂 你就回放 回放剛剛觀察的部分 就是觀察漲出去不能收回來 高低噴出波幅等幅車距 股票層次語言 我分享給各位親友 等一下表格又跑掉了 60K 60K一樣 42塊 60K對嗎 42對 低點多少 36 它壓縮的格局 兩個格局都差不多 像這種差不多的格局 我就會怎樣 往後後面退看一下 你就知道 日K它過去一年 去年到今年 你看 為什麼這裡容易反彈 有沒有 新手盡量等日K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退一下格局 因為這格局壓縮的有點差不多 有點看不懂會往後退 K看不出來再往之後可以退 你看有沒有 這很漂亮的美女圖 大跌橫盤 VV刀流都有了 還沒上車的加點布局 它不倒的容易怎樣 從這邊賭上去 大概有三倍 會不會大家不知道 因為它這個是2020年 大概四年 未來四年 我們預計它 不倒閉以來四年 大概有機會再佔回 144塊跟160塊 日K就大概這樣 先把當充可是充的交易行為做 打擊區到了 你看這就是很結實的打擊區 日K 週K 月K 後來在打擊區的橫盤 大格局 我們這裡60K就暫時用它的 日K的交易計畫來做 因為15K跟60一樣 我們只要看出一個端倪 接日那個格局就不太一樣 那就高點寫50 月時 它在3月的時候 漲出50 不能收下來 收下來就這樣 回撤起上點 來到了多方打擊區 這是大格局的邊界 所以我常說 常說什麼 假設你標定正在標 就是這個邊界的這個價格 你就去無腦的房從這個價格 上去不能收下來 在看盤的時候 一直這樣告訴自己 上去不能收下來 後來你就準備跑班了 無腦的什麼 整個報報上去 停損以後它如果再噴 來噴趴家的事了 那不關我們的事 因為我們的SOP是 停損以後就去東方打擊區 乖乖等它 要不然就暫時不理它 未來再來看它 這樣提醒各位親友 這樣我們一個日K的大格局 就可以看出50是壓力 30是支撐 目前應該是做這14塊 整一波的業務行為 要大的格局 這14塊會走多久 10月到6月 大概 八九個月 所以檔票例如 四年到五年走大概兩倍到三倍 剛剛各位親友有看嗎 所以這樣1598 1598 概念大概清楚了 你要做價差的 它就這樣看 那一樣 做股票 我們就是要巴菲特的投資心法 再複習給各位親友 巴菲特的投資心法 你就直接無腦輸募金就收盤價 我們看盤 看它什麼 有沒有十年的古籍不利 第二份就有七八九 我們目測大概九年 它賺比較多錢的有七塊 它賺比較少錢的兩塊棒 這個 這樣看 我們就抓它 抓到今年 就是它去年跟今年 近兩年 它如果說我們有再疊 可是它常態 常態也都是大概0.5塊 所以0.5塊是它的常態 運氣好的話有兩塊三塊 最多來到七塊 抓一塊 抓一塊應該不過分吧 上底加下底 乘以九除以二 就是除以九 上加下乘以九除以除以九 我們就抓到它的均價 目測大概一塊錢 不過分 我們就寫股息股利 應該會有一塊錢 那持有它的殖利率大概有3% 持有它在39塊買它 就有39年就可以不用錢 應該有五角到一塊的優募金 運氣好的話可以賺到七塊 還不錯 風險也不大 有刺二出一加減買看看 因為跟定存快差不多了 跟其他的中華電線的定存股比 殖利率還不太夠 如果說至少是5%以上 但是它有優點 怎麼優點 怎麼跑掉 它有優點就是說 它有價差的優行為 你看 動輒30幾塊去做交易 動輒就4塊 4塊4塊的波段幅度 緊需到了 要買不買隨便你 大格局的邊界區也到了 順得望應該可以賺上去 假設有一天它做出7塊的營業 收益率應該就打為100多塊 這樣躺個幹 投資它 領100萬就是要投資3900萬 有沒有發覺 聽到這邊你會覺得 有錢人真的是 它是要3900 投進去明年就100萬 所以富人越來富 就是這個道理 只要你會理財的 就容易怎樣 容易賺錢 把它貼給聊天室的親友 那還有什麼question嗎 明天要不要空尾狀 我建議啦 是做過多打 好 來 各位親友 什麼問題的 我就開始寫 今天台灣期貨的一些 教育格局的計畫 分享給聊天室的親友 你看752回來了 要不要吃 要不要賠 要賠了等等 雖然是752還是79 跌破收上來 那力道會比較強 先放些影片 搭配即時盤 阿里哥都在線上 沒什麼意外都不會出門 相當宅的災難 那接這個期貨即時盤 搭配這個教育格局的分享 你有空就看一下 你認真的去聽什麼 聽阿里哥也分享給你的 教育計畫 有沒有有沒有 真的是 事前虎爛事後達正 有沒有很生氣 哈哈 這種回答都不意外 來 好了 要不要賠 隨便你 最好是像這樣 很大喊一下 主力吃 韭菜跟著吃 那我繼續播放影片 給各位親友觀賞 有問題 歡迎留言 真的歡迎留言 因為聽說你們留言會增加我們的推播率 打些廢物也好 加1-1也好 87%達正計畫也好 感謝收聽 那我繼續放影片播放 我們最好 我們下公司 現在我們下公司 但一間 我們下公司 擁有